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网友纷纷谴责吴亦凡的渣男行为时 一位名叫石恩龙的音乐人爆料了都美竹与自己的暧昧聊天记录 听都美竹跟着吴亦凡的同时还和他暧昧不清 而都美竹则回应表示 石恩龙只是自己一个机构的学弟 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 石恩龙经常会给都美竹发消息 而他只是礼貌性的回复 没想到会被断章取义曲解意思 另外 就在网友都美竹出面后不久 又有数名女网红站出来指证 声称自己和吴亦凡有过恋爱关系 且全部都晒聊天记录 一时间外界对于吴亦凡到底有几个女朋友的调侃层出不穷 根据后续的了解 其中最后一位出面爆料的宋宋燦已经发布道歉声明 这任截图内容并不属实 真的是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 而吴亦凡这边也不再保持沉默 工作室直接转发了正式律师声明 近日诸多主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中发布严重事实言论 部分别有用心者甚至存在恶意PS相关聊天记录截图的行为 只在混淆视听抹黑吴亦凡 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目前 律师事务所受托已将相关网络用户起诉至法院 此外 新权律师事务所表示 所代理的吴亦凡实例名誉维权案件仍在依法审理中 也会密切关注网络动态 持续进行取证工作 并将针对具有严重侵权情节的主体第一时间备诉 严决抵制恶意造谣行为 不过 事情真假难辨 希望大家谨慎吃瓜 今后安见后续结果吧 声明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谢谢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